达卡尔拉利赛又被称之为勇敢者的游戏 是世界上最艰苦的拉利赛 也是目前世界上环境最为严酷的赛车运动 2023年的达卡尔拉利赛如期在沙特举办 从鸿海沿岸的吉达大本营出发 到达波斯湾沿岸的终点达曼 赛事全程8,549公里 其中4,506公里为即时赛段 所以本季也是2014年以来 陷入最长的一届赛事 所以比赛日也要比往年多出了两天 可见今年赛事的艰苦 而说到达卡尔拉利赛 必须夸赞的就是我们自主品牌车队 最早的时候 我国车队的车手就驾驶的是日产的帕拉丁车型 到了2010年 随着国内越野车的兴盛 在达卡尔拉利赛场出现了哈佛和奇瑞威林的身影 到了2014年 福田拓落者皮卡也加入了比赛队伍 2021年以来 北京越野品牌也正式加入了达卡尔拉利赛 而到今年呢 国内车队也仅有北京越野一家应征参赛 成为了赛场场上组唯一的自主品牌 而说到达卡尔拉利赛的赛车 改装的是非常的酷 从外形到轮胎 载到发动机 以及避震器 全副装 拆去一切没有用的配置 只为赢取比赛 当然又会有人说 这种改装和我们买到的量产版车型 完全不一样 市场上哪有这些参赛车性能那么好 虽然说参赛的车辆进行了重度改装 而且像北京越BD60赛车 今年还针对配重比 对发动机的位置进行了后移 煤台赛车的改装费用动辄就要数百万 所以改动的每一处设计 都花费了工程师大量的心血 最终调整出完美的拉利赛车 而改动的一些设计 都是在原先技术件上进行改装的 也就是说之后有些经验技术 会降为用在我们的民用车型上 比如一辆车的很多大件都是一样的 有了赛事经验之后 用在量产车上 这不是一种更好的时间应用吗 所以也不难看出 近几年参赛的品牌 也都多多少少通过达卡尔拉利赛 取得了不少的造车经验 可以应用在量产车上 甚至说还有些品牌 都率先派出了新能源拉利赛车 只为挑战更多复杂环境下 电车的极限能力 而最终 北京野车队也斩获了 T1家组的总成绩排名第十名 而首次参赛的资源量和沙赫 同样也收获满满 不仅斩获了T1家组总成绩的第十四名 并且还获得了达卡尔拉利赛的 新人王奖项 以及他们驾驶之材以北京越野BJ40为基础改造的拉利赛车 也功不可没 而北京越野BJ40一直也都是国内越野圈的老炮选手 指导价在18.49到20多万不等 还提供定制化的设计车型 动力方面提供224马力的2.0T汽油发动机 以及231马力的2.3T柴油发动机可供选择 2.0T汽油版车型还为其匹配了8属自动变速器 日常驾驶以及平顺性和动力响应都表现得不错 而作为一款硬派越野车 BJ40拥有了37度的接近角 31度的离去角 23度纵向通货角 可以实现最大60度的爬坡能力 涉水深度最大可以达到750毫米 提供分14区系统前后差速锁 而这些我认为也都是硬派越野车的必备 除此之外 BJ40还拥有富裕的改装潜力 改个氮气避震 加个涉水喉 就是一台大玩具 是一台很适合你DIY的可行越野车 当然官方也推出了各种的改装版本 可供你直接选择 最后我们还是要恭喜北京越野车队 斩获达卡尔拉利赛优异成绩 为国争光 同时喜欢或者说想要入手越野车的朋友 也可以看这台拥有沙漠拉利赛潜力的 北京越野BJ40 我认为爷们就是需要这么一台硬派越野车 我是家良 关注我选车将你精打细算 10-1 1 感谢观看